批评让很多台大学生不服气 也有其他的老师说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一开始老师就能跟学生约法三章 超过底线的行为绝对不接受 而其他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行为 就不严格禁止 其实大部分的同学都能守规矩 师生的互动也会更加融洽 课堂上喝水看简讯 只要不影响上课 是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讲话吵到别人 就可能引起公愤 对就是上课讲话是比较无法接受 说当老师正在讲话的时候 可是他还在下面就是聊天 然后聊自己的事情 然后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会干扰到别的同学 也是有方式处理 就是我就走到台下去拍拍肩膀 或者是说课停下来就问几个问题 然后请那个讲话的同学回答 这也是一个上课的技巧 在不损害学生面子的情况下 把问题解决 是苏一芬教书多年所累积的班级经营哲学 课堂上先跟学生约法三章 如果学生不遵守 自然越过了他的底线 不过苏一芬也说 学生如果对课程提不起兴趣而分心 老师也得自我检讨 师生是互动的 当学生有那些反应的时候 我想也不完全 always都是学生的问题 那有些时候 苏一芬是老师 有些地方要调整的 学生上课该有什么样子 什么态度 老师学生或许有不同的见解与标准 但苏一芬以自己的经验说 透过沟通让师生各自努力 学习尊重 如此一来 学习环境和效果会更好 也才能培育出品德与学士兼具的学生 记者认为王威雄台北报导